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那首先 同学们 大家都来过西安吗 大家可以说说你们的看法 好的 那么说到了西安 你们想到什么 好 那比如这张图片 这是什么 有同学知道吗 对 冰马俑 好的 这张呢 什么地方 对 钟楼 好 还有 对 这个是肉夹馍 对 这是西安的美食 好 那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冰马俑 冰马俑 钟楼 钟楼 肉夹馍 肉夹馍 对 好的 所以说到西安 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些 那这节课 我们主要介绍一下西安的历史 希望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大家对西安的了解能够更多一些 好 好 那么同学们听过这句话吗 它是什么意思 对 一千年中国看北京 五千年中国看西安 有同学可以说说吗 屏幕前的同学们也可以想想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一千年中国看北京 五千年中国看西安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了解中国一千年的历史 那么你一定要去北京去走一走 看一看 了解北京这座城市 那么如果呢 你想了解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的话 那你一定要熟悉西安这座城市 也就是说 西安它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城市 好 那一位陕西著名的作家 他曾经在书中这样写道 他说 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都起源于陕西和陕西的西安 那世界是怎么样认识中国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中国的文化是离不开西安这个地方 离不开西安的文化的 好的 那今天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西安的历史 我们先看一下 西安在哪儿 西安在哪儿有同学知道吗 西安在哪儿啊 好 我们看一下 西安在哪儿呢 这是中国地图啊 那么西安在什么地方 差不多在中国的中间啊 中间 好 那我们复习一下方位啊 我们说这个是北啊 北 南 南 西 西 西 东 东 对啊 好 那如果是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说 西北 西北 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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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说这个西北 东北 西南 东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先说西 河 东 啊 先说西 河 东 那么西安在哪儿啊 我们可以说西安当然在西边 为什么 因为它的名字有一个西 啊 西 好 那么其实啊 我们说西安 其实在这个地方啊 中间 但是有一点点的西北边 啊 西北边 对 所以西安在中国西北地区啊 西安在中国西北地区 好啊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张中国地图 上面有中国比较重要的几个城市的名字 啊 我们看一下这是西安 所以西安呢 在中国西北地区啊 西北地区啊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北京呢 啊 北京呢 北京在中国什么地方 北京在中国北边吧 啊 北边啊 北边 好 还有上海呢 上海就是在东边啊 东边 还有我们说成都啊 成都啊 成都在西南边啊 西南边啊 西南边啊 好啊 所以A在B什么什么边啊 或者在中国什么什么地区啊 地区啊 地区 对 长安啊 古称啊 古是古代以前的啊 古代以前的 啊 古代以前的称是叫的意思 所以西安呢 在古代被叫做长安 啊 长安 对 所以长安这个名称大家可能会 有的同学可能会更熟悉啊 对 因为在以前 西安就被叫做长安 啊 长安 那是什么意思呢 长至久安 啊 长至久安 啊 长至久安 啊 希望这个城市持续很长时间的 一直都很平安 啊 平平安安 好的 那下面这几张图片 也是西安有名的景点 啊 有名的景点 啊 有名的景点 那在我们的陆播客 呃 陆播客视频当中啊 啊 也有对西安的旅游景点啊 啊 西安的美食进行介绍 大家可以仔细地观看一下 嗯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到了西安的名称是古称长安 啊 长安 啊 长安 那说到了长安这个名字 老师又想到了一件事情啊 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地方 有同学 呃 了解吗 这是什么 对 这是西安的城墙 啊 城墙 对 城是城市 啊 墙 好 那么 啊 那么这张也是西安的城墙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里面其实算是西安的中心啊 啊 然后一道城墙啊 啊 好 其实城墙是这样子的 四四方方的 而且上面它是很高的哈 刚才一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很高 啊 很高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它这个路 上面的路是很宽的 啊 非常宽 啊 非常宽 啊 非常宽 所以很多游客喜欢来西安旅游之后呢 在西安的城墙上面 散步啊 还有骑自行车啊 啊 啊 风景非常的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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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它的中间就是著名的景点 钟楼还有鼓楼 钟楼和鼓楼在中间 那么西安的城墙它有四个门楼 那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南门 南边的门,还有西门,西边的门 北门,北边的门 以及东门,东边的门 西门,南门,东门,北门 中间呢,钟楼 好,我给大家找了一些图片 你们看一下 对,它的汽车是可以直接过去的 所以把它叫做门 好 那西门的同学会发现 它其实不仅仅叫南门 它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这个南门的名字有同学认识吗 你们可以看一下 对 什么 永宁门 永宁门 对,所以不仅仅是南门 每个门都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我们看一下 南门叫做永宁门 宁是安宁,永是永远 好,永宁门 好,西门,安定门 安是安全,安宁 并是希望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安定,很稳定 好,安定门 好的,北门 安远,远,很远的地方呢 都非常的安宁 非常的平安 安远门 以及长乐门 一直都是很开心的 很快乐的 所以生活 希望生活在西安这个地方的人呢 永远的幸福 长乐门 所以这些不是门 门楼本来的名字 那很有意思的是 它们加在一起 就变成了 长安 永安 守字 守字第一个字 大家看一下 安定门 长安 然后 永远 长安永安 对 所以我们说长安这个名字 它就是长治久安 那么通过这个门楼的名字 也可以看出来 希望长安永远的 住在长安的人 永远的幸福 长安永安 好 那这部分的内容 我们在视频中 在那个录播客的视频中 有很详细的介绍 大家也可以再仔细的观看一下 好 那么第二 我们说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 十三朝古都 朝 朝代 朝代 古都 历史很悠久的城市 那这个都呢 我们一般指的就是首都 首都 所以西安 为什么历史很悠久 因为它是十三个朝代的首都 那历史上有很多种说法 其中比较著名的朝代就是周 秦 汉 和唐 周 秦 汉 汉 朝 朝代 那我们可以说 周朝 秦朝 汉朝 以及唐朝 好 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关于这些朝代的一个时间 周朝呢 是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56年 时间非常长 700多年 那么秦朝呢 是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7年 汉朝是公元前2022年到公元220年 以及唐朝是公元前618年到97年 那我们说这个历史时间是很长的 所以中间作为首都 它是发生过变化的 发生过变化 不仅仅是在西安 它其实也 也有一些其他的城市作为首都 对 但是呢 主要的是 长安 长安 好 所以这四个朝代 周 秦 汉 汉 唐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中国古代最繁荣和文明的黄金时代 周秦 汉 汉 唐 是中国古代最繁荣和文明的黄金时代 繁荣 形容词 黄金时代 时代指的是时期 那么黄金时代 黄金是很珍贵的 所以黄金时代也是很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词 繁荣 形容词 那我们可以说繁荣的国家 繁荣的城市 也可以说什么什么很繁荣 比如说这座城市非常繁荣 这座城市很繁荣 这座国家 这个国家很繁荣 好 黄金时代 那我们也可以换个词 黄金 就代表的是很珍贵的 所以黄金什么什么都可以 黄金季 黄金季节 黄金时间 一天中 最重要的时间 黄金季节 也是说这段时间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这段时间呢 是找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就是就业黄金季 就业黄金季 对 那比如说 九月的时候 去北京旅游的人是最多的 而且九月的北京是最 风景是最漂亮的 那我们可以说九月 是去北京旅游的黄金季 黄金季节 好 好的 下面 我们看一下说西安呢 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西安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起点 大家看一下这个词 我们跑步的时候 有一个开始的地方 那么就是起点 还有一个结束的地方 那么就是终点 对 所以起点和终点 起点和终点 对 好 那西安是什么的起点呢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起点 也就是说丝绸之路 从西安出发 一直到了亚洲 欧洲的很多国家 那关于丝绸之路 下节课我们会通过一位历史人物 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好的 好的 来下面我们说 那么西安呢 它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旅游城市 对 因为它的历史很悠久 所以每年来西安旅游的人非常多 所以它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一个词 著名 著名 形容词 有名的意思 有名的意思 比如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 有同学知道 他是谁吗 他是谁吗 对 他是 谁呀 作家 著名的作家 英国著名的作家 对 莎士比亚 他是英国著名的作家 好的 那么 再一个 他呢 很多同学比较熟悉吧 他是谁 对 他是中国著名演员 中国著名演员 对 成龙 成龙 对 所以著名 有名的意思 有名的意思 好 问题 同学们还知道哪些著名的演员吗 同学们还知道哪些著名的演员吗 对 哪些著名的中国演员吗 中国男演员 中国女演员 大家都知道谁 可以告诉老师 还有旅游 还有旅游 我们说先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旅游 对 它是一个动词 我们可以说去什么地方旅游 去什么地方旅游 或者旅行 旅行 你们都去过什么地方旅游 你们都去过什么地方旅游 大家更喜欢自然风景还是喜欢人文风景 什么是自然风景 山 水 大海 这些是自然风景 人文风景 比如说兵马俑 长城 它们是人文风景 所以同学们可以讨论一下 大家更喜欢自然风景 还是人文风景 更喜欢去什么地方旅游 好 好的 那这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基本的内容 那关于里面的生词 我们再一起的复习一下 一起的复习一下 我们先读一下 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 对中国 西安在中国 西北地区 成都在中国 西南地区 好 第二个 潮 潮 我们说西安是十三潮古都 西安是十三潮古都 那么潮 潮代 潮代 周潮 汉潮 秦潮 唐潮 潮代 好的 繁荣 形容词 繁荣的国家 繁荣的城市 我们也可以说这座城市很繁荣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好 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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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民的意思 形容词 有民 他是中国住民的明星 他是中国住民的男演员 住民 好 长治久安 长治久安 我们说 西安 古称长安 意思就是长治久安 好的 古都 十三潮古都 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 最重要的 最繁荣的一个时期 好 起点 起点 好 旅游 旅游 对 好 那么根据这些词 同学们可以试着 来复述一下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吗 通过这些词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学习的内容吗 大家想一想 然后通过这些词 来复述一遍课文 可以试着做一下 那么看视频前面的同学们 你们也可以试着 回忆一下课文的内容 然后通过这些词 然后来 说述课文 比如我们说 西安是在中国的西北地区 它以前的名字 古称长安 意思是长治久安 那么西安是十三朝古都 尤其是周秦汉唐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黄金时代 那么西安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它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对 非常好 所以今天希望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学习 那么大家能够对西安可以进行一个用汉语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的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再复习一下 好 大家再看一下 对 我们说西安在中国西北地区 古称长安 意思是长治久安 那西安是十三朝古都 其中中秦汉唐是中国最繁荣和文明的黄金时代 西安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欢迎大家来西安玩 好 那这篇小小的文章 希望同学们下去可以多读几遍 多读几遍 还有我们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在介绍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故乡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介绍 比如说你的故乡在什么什么地方 那么故乡的名字是什么 它的意思是什么 那你故乡的特点是什么 介绍一下 所以用几句简单的话 用汉语来介绍一下 你的故乡就是我们的下一个作业 好 所以请同学们可以想一想 然后用自己的话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你的故乡 好的 好 那么 老师还有一个小小的作业 小小的作业 那录播客的视频 一二三 它主要是讲 回民街 好西安的美食 还有关于西安旅游的景点 那么同学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些视频 那我们今天学习了西安的历史 大家想一想 我们学习了西安是十三朝的古都 那么其中周、秦、汉、唐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朝代 那么大家看一下录播客的视频 那看到了西安这些景点 然后 你不妨也着重的记一下 那第一个很多同学已经知道了 它是兵马俑 兵马俑是什么朝代的呢 大家可以带着这样的问题去看我们的录播客视频 还有第二个 还有第二个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它叫什么 它是哪个朝代的 好 还有第三个 这个刚才老师上课的时候已经介绍了 它是我们的城墙 对 城墙 那么城墙是什么朝代呢 城墙是什么朝代的呢 好 还有我们的第四个 第四个是 其实已经介绍过 钟楼 对 钟楼 那么钟楼又是什么朝代的呢 好 还有第五个 第五个也是兵马俑 也是兵马俑 对 好 所以希望同学们带着这个问题 然后来观看我们的视频 对 想一想 这些景点 它们都是什么朝代的 好 那么下节课 我们主要来介绍一下 先的历史名人 历史名人 好的 那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所以希望同学们 在认真学习的同时 也可以认真地观看我们的 录播客的视频 希望通过这节课 能让大家对西安的历史 西安的文化 有一些了解 所以希望同学们 有机会 还是能够真正地来到西安 然后呢 我们可以一起的学习 好的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